Ju-Shit 缺鈣缺鈣會補子疏鬆 會骨頭脆掉 沒錯 可是其實缺鈣還有非常多的問題 嗯 你還會抽筋 比如說半夜突然痛到不行 會耶 你也會牙齒變脆掉 空掉了 對 真的 你還會睡不好 失眠 你會心情暴躁 還會容易生病 你的這個免疫受影響 還會心情 因為鈣質是我們身體裡面 很關鍵的一個電解質 對 那它參與了幾乎每一顆細胞的運作 所以說你如果沒有鈣質來支持你的 譬如說心臟細胞好的運作 你的心臟就心律不整 那如果說腦神經化 沒有鈣質來參與的話 那個腦的傳導也不好 所以焦慮失明就跑出來 息息相關 那另外 鈣質還參與了我們血液中的 凝血功能 所以你缺鈣的話 有可能會影響到電解質 它的對人體的影響是多充性 不只是骨頭而已 那我們平常是靠食物可以攝取得到 食物裡面只能攝取到一部分 因為鈣質在我們的腸道的攝取 大概就30% 就是說你平常就算吃了很多高鈣的食物 它進去就是30% 那我們一天一個人 大概需要1000個毫克的鈣質 所以大概還是要有一部分 因為藥用一樣不錯